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要填补面部缺陷或者是让自己变得更加完美从而获得自信 那么这个整形手术当中我们都应该规避哪些风险呢 今天我们就先和大家来聊一聊鼻部整形 今天我们来演播室也是请来了相关的专家来将为大家答疑解惑 首先通过短片共同来认识一下 孟庆鹏 副教授 中国鼻整形外科领域学术代表 荣获2017年华山奖唯一鼻子王称号 被誉为龙鼻金手指 北京欧兰医疗美容连锁集团首席专家 哈尔滨欧兰人美医院院长 中国整形美容协会常务理事 尼泊尔巴丹医院外科院长 中华医学会医学美学与美容学术委员会委员 擅长项目八笔电眼 梦氏达拉斯艺术美鼻 明星同款鼻整形私人定制 演鼻整形失败修复等 你好 孟院长 你好 主持人好 欢迎孟院长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平时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说您在鼻部整形方面 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 欢迎您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 0451-8289-0319 当然你可以选择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通过新闻夜行的微信公众平台 和我们互动留言 稍后孟院长会根据您的留言内容 全力帮您解答 首先我们想问一下孟院长 平时我们常见的这种鼻部整形 都有哪些方式呢 我简单地介绍一下 那么注射鼻整形 然后是甲体鼻整形 还有一个就是综合鼻整形 是比较复杂的 我们现在又管它叫做达拉斯鼻整形 那刚才您提到了 像这个手术方式 包括还有注射式的 那它们之间是不是也有 这种材料的区分呢 有区别的 注射呢 它主要是液体的这种物质 那么现在目前常用的也是比较安全的 就是玻尿酸 玻尿酸 对 然后呢甲体呢 就是也是比较常见了 那么就是像硅胶 还有膨体等等 就是这一类的 就是说免疫原性比较低的 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这些材料 然后呢做冰凉性 也有一些人会选择用 比如说字体的这种肋骨啊 或者是耳软骨进行拢鼻 对不对 讲到变化比较大的 比较复杂的 那么我们就用这种 我们又管的叫中和鼻整形 就是我刚才讲到了 又叫达拉斯鼻整形 达拉斯鼻整形 对 那像咱们医院啊 比较擅长的是哪一种方式呢 可能这几种方式 在我们医院来说呢 都在开展 因为我们医院呢是这样 应该是全国最大的 专注于鼻整形的 这样一个医院 所以说从最简单的注射 一直到什么呢 就是达拉斯鼻整形 我们都在做 那现在我们比较推荐大家 做哪一种 根据病人的需求 还有病人的情况 我们的原则呢 是什么 以最简单的方式 最小的创伤 达到病人最大的满意 这是我们的努力的方向 我相信这也是所有患者的 一个要求啊 就是希望自己 创伤面小一点 然后呢 尽量别被别人看出来 对 恢复期最好要是 再短一点就更好了 对 那就是说创伤要小 然后形态要自然 那刚才我听您 也提到了一个手术方式 就是达拉斯鼻整形 它也是一个 综合体的方式是吗 对 现在选择做这个的多吗 非常多 很多 因为那个达拉斯鼻整形呢 我们又给它一个名字 叫换鼻术 换鼻术也就是说呢 它那个会使鼻子的 变化非常大 是其他手段达不到的 那它的创伤面 会不会也随着就很大呢 对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那么术式越复杂 变化越大 应该说是创伤越大 风险也越大 应该是这样 那么院长 特别想问一下 像刚才您提到的 这个达拉斯龙比 可能现在啊 还有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 对这个手术方式 并不是特别的了解 那么它究竟是属于一项技术 还是说它是一个概念呢 它应该是概念和技术 都含在里面 它是达拉斯壁整形呢 那么它是诞生于 就是美国的达拉斯这个城市 在那里呢 有一个美国叫西南医疗中心 他们呢 这个在壁整形这一块研究的比较深 那么现代壁整形的理念 也就是源自于这里 那么每年现在还在召开呢 就是壁整形的这种那个国际的 也就是全世界的这种研讨会 所以说很多东西 我们是源于自己那里 但是那里呢 它是源自于西方 更多的是针对白种人的 但是里面都是一样的 那么在术室上 那么有些方面 到我们东方的时候 那么对于东方人 有些东西呢 就是需要调整的 那么可能我们医院 就是在这方面 可能工作相对来说 做得多一些 大概是这样 非常感谢沐院长的解答 那我们知道 现在做壁布整形 它的这个价格 可以说是有天壤之别 从几千元到可能数十元 这个数十万元啊 都不等 那么它之间究竟有一个 什么样的差别 是材料的区分吗 还是说它这个方式方法上的区别呢 材料上有区分 不同的材料 价格也不一样 那么另外在手术方法上 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应该说是变化越大 风险越大 技术难度越高的 可能价格就会相对更高一些 另外一个呢 这个还有呢 就是说 医生掌握这些技术的熟练程度 不一样 可能也参与到了这个价格的 这种 这个 定价的这个 确实 那像刚才您提到了 这个达拉斯龙鼻 那它和我们常规见到的一些 比如说注射室啊 或者说其他龙鼻 普通的龙鼻项目 它们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主要区分呢 达拉斯鼻整形呢 主要的区分在于就是鼻尖部分的这个整形 鼻尖部分 对 鼻尖部分整形在整个鼻整形里边 那么在工作量上它占到80% 那么在审美的角度上 也几乎达到了80% 也就是说鼻尖好看了 那么其他的就是 这应该很难是不是 很难 确实是很难 那么这么多年来是吧 那么就是是不断地摸索 因为西方的那个拿过来以后呢 没有办法直接应用 这是我们的经验 在这方面呢 我们也有很多那个学的教训 是这样 那么不断地总结 那么改进到今天 那么我们找到了 适合于我们东方人的达拉斯鼻整形 那我们很多人都说呀 这个做鼻部整形 就会有这种开眼角的效果 真的是这样吗 会的 鼻整形呢 因为它是一个 我们把鼻子分为几个亚单位 鼻根 鼻背 鼻尖 当那个鼻根垫高的时候 它会使两个眼角向内靠 就从视觉效果上 确实会有这种 开眼角的效果 对对对对 那现在这个很多的爱美人士啊 在选择这个手术上 肯定是多种多样的 大家一般会有什么样的具体要求吗 这个要求呢 个性比较强 就是个性化比较强 然后呢 随着时间的不同 就时代的不同 还有文化背景的不同 一直在变 对一直在变 比如说呢 就是高峭比 那么在17年 这个上半年之前 到16年下半年 这个时间 将近一年的时间 那么大家都喜欢那种高峭比 做得非常非常夸张 等到17年下半年以后 那么有所收敛 那么很多顾客就要求什么呢 要相对比较自然 自然一些 要收敛了 那么我们也是这个 仔细研究这个顾客的心理 会发现什么呢 那么17年下半年之前呢 是大家喜欢直播 是吧 那么然后呢 在镜头前 把鼻子做得非常夸张 眼睛也非常夸张 那时候眼睛是什么 鼻子一做完了以后呢 马上要把眼睛 做个思想开大 那么我们的医院 也是这样 所以说把我们的这个 我们本来是专注于鼻整形 那么把我们的眼睛整形的技术 也带起来了 因为它有这样的要求 有相不相成 对 但是那时候 17年下半年开始变化了 那么开始收敛了 为什么收敛了呢 17年下半年开始什么呢 现在开始实行的抖音了 它不是距离很近 而且是有的是全身的 那么这样 它就要求要整体的协调 不管是在面部了 所以说变成的要求 也发生变化 要讲求搭配是不是 对 那也就变化 一般情况下 就是大家来做这个 整形手术的时候 我相信孟院长 应该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就是说 我有一个特别喜欢的偶像 或者说哪个明星 我就特别喜欢 就拿着这照片 说我需要这样的鼻子 现在还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有 也有 非常普遍 这个 我遇到这样一个顾客 那么他就要拿着 那个 韩家人的鼻子 就是那个 韩国的一个影星 他说我什么都不利 主任 我就要这样的 看好这个鼻子了 对 我就看好这个鼻子 我就喜欢它 我就喜欢这个鼻子 那怎么办呢 那我说你嫁吧 我说你试一试 是吧 然后呢 我们就把他 拿来的那个照片 就我让他拿很多照片 把照片都打出来 挂在我们手术室 的看片机上 那么我就对着去做 做了以后呢 还好 病人的条件也不错 我们做得确实很像 做完了以后呢 韩家人的鼻子呢 他的左侧 鼻尖 那个有一个物质 那么做完以后 大家都很高兴 然后呢 我们那个麻醉师 故意在他左侧 用紫药水 也点了一个物质 然后我们拍了一个照片 那病人还是非常满意的 这个 只要条件允许的话 在我们医院呢 应该是 能够做到 就是这样的方式 也是可以的 可以的 我相信很多的患者 会有一个疑问啊 就是说做了这个龙鼻手术之后 比如说大家现在 也是要求这个自然 然后要求 比如说现在 大家可能做个鬼脸啊 做个表情包什么的 说还能不能做鬼脸了 能不能做这个猪鼻子 这些表情了 捏出来 能不能有这种异物感呢 那个早期的时候不行 它有一个恢复的过程 早期不行 那对 所有的那个就是 患者啊 应该有这样的思想准备 那么一般说来呢 鼻整形 这是综合鼻整形 也就是说是 达拉斯鼻整形 它的稳定啊 那么我们认为 它是不断地在变化 那么它变化的 只能说是一种趋势 就是到底变化成什么样子 我有时候和别人开玩笑 我说算命的都跟你算不准 医生也说不准的 那么就好像什么呢 就是我们一生出孩子 那么我们说 这个孩子以后 肯定会长到一米八 那这肯定是不准 对啊 是不准确的 一听就是什么 后天的环境 包括自己是否小心呵护 也很重要 非常重要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是活体 是有生命的 它今后怎么长 是不是啊 就是你自己都不知道 那医生更不知道 那就是说 那个孩子说 它能长到一米八吗 你要小时候 你就说它能长成一米八 你肯定要是画一个问号 那么鼻子呢 也是这样 一般出来呢 半年 变化百分之七十 一年 变化百分之九十 还剩下了百分之十 是整个第二年的 一年变化的 如果就是说 要是彻底稳定的话 那么我们认为 就以我们的经验 那么得两年以后 再彻底稳定 那么这种变化 可不可预测呢 大概是这样 它是向着你 原始的状态变化 就要恢复到 原始的状态 但能不能恢复到 原始的状态呢 是恢复到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 就还是要比原来漂亮的 对 肯定是它不会恢复到 确定的 那么就是说 我们就是呢 研究病人的要求 它大概要达到什么程度 然后我们可能 最开始做的时候呢 要比它要求的 要夸张一些 因为有一个恢复的 这样一个过程 要流出量 所以说我们的业内 我们在探讨的时候 我们会经常讲 近期效果和远期效果 不是完全相当的 所以要有一个预判 之前呢 要做出来 这个预判 其实是相当关键的 就很看这个医生的水平了 对 非常难 完全凭经验 确实是这样 那么在大家做 这个鼻部整形的时候 难免啊 因为现在整形机构啊 各大医院都比较多 大家在选择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患者 就是确实碰到了 说这个整形失败了 那这个 他在做鼻部修复的时候 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 这一块呢 就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 医疗美容啊 它是用医学技术 创造了美的价值 最后的结果呢 是落到美上 是不是 那么在 但是在这个追求的 这个过程当中呢 实际医疗美容 它是违背自然的 这我 就是 是 它会给大家带的非常漂亮 非常美 但是它是违背自然的 违背自然的 那么就有可能什么呢 就是 我经常开玩笑 那就会受到上帝的惩罚 比如说 第一个惩罚 就是疤痕 嗯 那么 我有时候跟别人看见 可能会存在一些 或多或少的风险 是吗 风险 嗯 还有它带来的一些 并发症 哦 它肯定是要有的 就是说 很多我们的患者呢 因为之前没有这样的 这个 思想准备 嗯 那说 就说这块呢 就是我一定要提醒大家 它会带来一些 不好的 东西 而且呢 这个程度 依人不同 依我们术后 护理的情况 就很多很多因素 都会影响到 那么说一说 我们那个医疗美容 这块什么 我们是往最好处努力 但是一定要有一个 最坏的打算 它有一定的几率 但不可能是 都是什么 然后说这个几率 不可能太大 是 如果太大 这个术试就被取消了 嗯 确实 但是 即便是一万分之一 如果落到我们自己身上 对我们自己来说 就是百分之百 确实 是吧 所以这一块呢 就是 尤其我遇到那个 手术失败的 因为我们现在修复的也很多 那么我非常同情病人 是 嗯 那我们平时在选择手术的时候 因为它的种类 确实是很多样的 大家可能会说啊 也很多的患者 我之前都有在问 说这个 我这个字体 有软骨这个龙鼻 也有字体肋骨龙鼻 那么他们两者之间 又有什么样的区分呢 很多人可能都区分不开 嗯 是的 嗯 主要的区分呢 还是在形态的变化上 形态上不一样 对 嗯 用耳软骨 然后呢 加上那个甲体 那一种呢 它变化的一定范围内 嗯 如果想变化非常大的话 那就不行了 嗯 嗯 所以 现在呢 就是说 主要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有很多 尤其是年轻人 嗯 到我们那里去做那个 避诊性 他们要求变化 是非常大的 是 随着年龄的增长呢 慢慢慢慢的 越来越收敛 越来越保守 嗯 现在年龄上 越大一点的 经常说 哎 我要求做自然一点的 嗯 那还是这样一个趋势 嗯 是这样 那我知道您有一个习惯 就是在给 求美者 来做手术之前 然后您都会用这个 绘画的方式 先给他 这个绘制下来 是这样吗 这是您 长年以来的一个习惯吗 嗯 这个是的 嗯 是这样 嗯 我们这一代人 是吧 我是经历过下乡的 嗯 下乡的那时候 我是在农场宣传队 给画的舞台背景 就是说 那个时候 那个年代 就是大家 也不讲这个文化课 或者什么的 学黄帅啊 学张铁生啊 什么的 那个时候 那时候家里边的老人 就是有个想法 就说你 没文化 以后你 靠什么来生存呢 学点特长吧 那么我呢 那个时候 就在父母的要求下 我就学了绘画 没想到今天会用到 其实我是感觉到 作为我们整形医生的话 在艺术上 是应该 这个其实非常的重要 我特别认同您这一点 真的因为艺术和技术 它之间的这种 完美的融合 非常的重要 对 那很多人 比如说现在啊 大家文秀也好 还是说做整形也好 前提如果说 有一个很好的审美 然后呢 再加上自己 有一些绘画功底的话 那做出来的这个形态 一定是跟其他医生 不一样的 不一样 理解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在早期的 我们这个整形美容的书上 那么经常会写到眼睛 是33毫米 或者说 他就给一个具体的数字 那么我原来呢 在政大五福院 就是我在这个 自己创办医院之前 那么我们的同事啊 带研究生 也有选那样的课题 就是做数字这种测量 就美学上的这种测量 那么后来 因为我自己学过美术 我知道 然后呢 我就跟他讲 我说可能是那样 更多的是用比例 是吧 你比如说三挺五眼呢 其实这是一个跨界的知识 这是在艺术上 在绘画当中的这种知识 是用这个去衡量的 确实更好 如果你用具体的尺寸去衡量 那我就问了 我说那姚明的眼睛 你要用33毫米 对吧 那么你看会是个什么样 那么潘张佳的眼睛 你还用33毫米 我说那就可能就不一样了 其实也应该根据 每一个人具体的一个容貌形态 来具体分析 对 包括刚才 孟院长也讲到了 预判也很重要 就是说您想要的这个形态 究竟是说 在比如说两年后 或者三年后 五年后 想要更自然一点 还是说希望他能够看得出来 就是说相对来说 跟自己原来的变化更多一些 对 这个其实都是需要大家 提前做好一个心理预判的 对 包括医生也应该做好一个 完美的预判 帮助求美者 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 那我们知道 沐院长 在大家选择的时候 都希望说 这个术后窗口更小 恢复期更短 那么大家是不是 先在选择这个 不开刀的方式 比如说注射的方式 这样的也比较多呢 也比较普遍 那在这就特别想问一下 大家能够说 自己给自己注射吗 那也是不行的 所以说为了安全 我建议大家 一定要选择那种正规的医院 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去做去 记住了 就是我们医生 本科培训就五年 然后研究生三年 博士再读两年 十年的时间 所以说在这里边 老百姓和医生之间 对医疗知识掌握的 它是不对等的 这信息是不对等的 所以说一定要找那种 受过专门训练的 然后呢 有这些知识的 那么然后去做 因为我们也抢救过很多病人 就是那个注射 它还是有风险的 看似简单 操作非常简单 那么出现什么 那个抓了以后 然后呢 被人偏忙的 那还有甚至整个都 就是非常不应该出现的 这些问题 就是很多东西 看似我们觉得 它是挺简单的一件事 但其实里面也是存在着 很多的风险在 在这儿呢 也是非常感谢 沐院长的解答 那我相信啊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呢 对于鼻部整形 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说您今天 在鼻部整形方面 有任何的困惑 都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 0451-8289-0319 进行咨询 当然您可以选择 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通过新闻夜行的 微信公众平台 和我们留言互动 稍后呢 孟院长会全力帮您解答 那首先呢 我们接听一下 第一位观众的热线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 有什么样的问题 想要咨询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一双 我这个鼻炎很严重 然后鼻中国偏曲 原来不想加这个假铁 做小这个鼻头上 然后我想就是 中小的鼻小酸 你说我这想法可行吗 有没有什么案例 适合我呀 那孟院长 这位朋友呢 他刚才也讲到了 他现在就是不想做假体 想听一下您的意见 不想做假体 如果要求变化比较大的话呢 那么我们可以就是 探讨一下 是不是用一些 用那个综合臂整形的 这种方式 综合臂整形 但是就是 就像我前面有讲到的 他肯定是创伤啊 各方面的前度来说 都比较大 所以有时候 我是告诉病人 说就是在你来之前 三个准备好 一个是首先是心理上准备好 那么包括了 你想要什么形态的 还有呢 就是之前呢 可能这些 可能会带来一些病发症啊 就是前面讲那个 那么第三个呢 最好和医生约好了 你约好了那个时间 那个时间就是你的专属时间 那么医生呢 对你去认真地去解答 去做一下私人定制是吗 对对对对 那刚才我们也听这位朋友 有介绍 他说他的这个鼻中隔 好像有一点点问题 那么会影响他做 不尿酸注射吗 一般说来那个鼻中隔 要是有点问题的话 不尿酸注射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因为它这个层次是不一样的 不也不一样 那么不尿酸呢 它主要是注射在皮下 还有这个鼻膜上 也就是在身肌膜的下面 那个位置的话呢 不牵扯到皮中隔 一般情况下 其实我相信 现在有很多的患者 之所以说不想选择甲体啊 他可能一个最大的考虑 就是说 会不会冲伤面很大呀 然后大家看着不自然 或者我修复期很长 因为大家现在都工作呀 或者上学 大家觉得 这么长的时间 肯定会被大家知道 可能这个考虑是更多一些的 对 在这边有隐私这方面的因素 但是这一块啊 我想如果是大家要追求美的话 那么过去啊 十年前可能还有这种情况 你比如说给病人做完了 这个整形美容手术以后 那么他见着我 远远的他就躲开了 因为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 他做过 那么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我们有好多的病人 就是给他做好看了以后 他问他你在哪做的 然后他就接着就来了 介绍自己的朋友 对 就是广泛被接受了 那么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呢 大家也不必为此说 就说我美 我就要追求美 我就大大方方地去追求 不要去有那些障碍 现在呢 整形美容行业 也确实是越来越普及化了 那好 我们接下来呢 继续接听热线 看一下下一位朋友 有什么样的问题 想要咨询 你好这位朋友 好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因为信号的原因啊 继续来看一下 微信公众平台上 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 想要咨询 首先呢来看一下 手机尾号为6239的 这位王女士 她说今年是24岁 鼻子很塌 然后她适合 直接做这个鼻中和吗 跟她说这个情况 我感觉到好像是 应该是做鼻中和 要不说塌得很厉害的话 那么这个呢 最好还是要和医生 面诊一下 面诊一下呢 就是看一下 另外自己呢 如果是目标很明确 也可以带一些照片来 因为那个传递的信息啊 很准确 医生一眼就知道 你的审美取向是什么 而不是医生 把自己的审美 强加给你 确实 就是大家之间的 这种沟通也很重要 所以说呢 面诊的时候 可以和医生 也做一个很好的沟通 达到最理想的效果 对 那好 我们继续看留言 下一位呢 是手机尾号 为2256的这位观众 他说呢 自己做龙鼻 已经五六年了 想重新换一个鼻型 那现在呢 是需要把这个 甲体取出来 休养多久 可以重新做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比如说有感染呢 或者是其他 还有家庭外露啊 没有这些问题的话呢 一般我们都可以 一期手术 就说来了以后 我们就把它取掉 然后直接就做了 这样的话呢 会减轻变成的痛苦吧 不然的话 你反反复复地去弄 然后呢 对组织来说呢 它也是一个刺激 每一次手术 都会带来一些问题 那您的建议是 就是说现在来做 可以的是吗 可以的 大部分是可以的 这个取出甲体 一般需要多长时间的 修复期比较好呢 取出甲体 如果是有问题的话 那么就是不能 马上一期完成 后面的手术的话呢 那么我建议 到三到六个月以后 三到六个月 对 然后再进行二期手术 第二期再做 那如果取出 没有异样或者炎症呢 没有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当时做呀 但我们可以和病人去商量 你这样的话呢 你避免你反反复复的 对吧 要麻醉也这么 它就总是在什么 是一个痛苦 也就是说 如果说您取出甲体 您的这个鼻子 没有任何的异样 或者说没有一些 并发炎症的话 其实是可以当即就做 这个继续改变形态 做这个鼻部整形的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一下 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留言 手机尾号为9921的 这位观众 他说呢 是如果自己一直用 这个玻尿酸龙鼻 会不会有后遗症 如果是正规厂家的 玻尿酸的话 那么应该不会 但是呢 这个玻尿酸呢 它的弱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当时做的时候 形状很漂亮 棱角很分明 但是过去段时间 很快它就散开了 那么显得就很粗 甚至出现 看上去很笨 视觉效果就发生变化了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玻尿酸呢 也分长期的和短期的 那么长期的 可能把那个鼻子那个形态 保持的时间相对来说 也比较长一些 那么短期的呢 那么很快就被吸收掉了 或者散掉了 要说从安全的角度上来讲 尤其这些 这些遗物 我们的观点是什么呢 在体内存在时间越短的 相对来说越安全 所以在这里边呢 一定在这里边 我们要进行去平衡 好的 非常感谢牧院长的解答 非常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说您在健康方面 有任何的问题 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 0451-8289-0319进行咨询 当然您可以选择 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通过新闻夜行的微信公众平台 和我们留言互动 我们的各位专家 都会全力帮您解答 好的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 你好医生 我是韦佳 我们下期再见